聖宗教祖 yeah 美棉堂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感谢主能够受我们 张牧师的邀请在这个地方勉励大家 原来半年前我已经有这个荣幸 在大家的主日崇拜勉励诸位 那时候张牧师也跟着我们宣教团 就一直从北下到南部 还没有完之前 我们两个人都很兴奋 兴奋什么呢 我们就说 不如在新北搬一个 后来张牧师说 当然好 等了很久 等了很久 我也想为什么他现在才跟我讲 我认识他七年八年的时间了 那个时候我就说 好 下一回我过来 在台北那个地方 我们特会完之后 就过来新北 所以原来今天 昨天晚上 今天整天早上下午 我已经带了聚会 但是刚刚来的时候 身体是很疲累 但是活泼的年轻人 敲锣打鼓 然后唱诗歌 给我一股力量 再一次我就站在这个地方 服侍大家 然后明天主日 我也有这个荣幸 在各位主日的时候 就给各位几句勉励 那么我们如果可以的话 那今天晚上 各位有没有人 就要找回 没有找回 通宵也可以 那我们两堂完之后 如果各位还有问题要问 也可以问 那么这一次到新北的一个主题 就是我们给美门堂的一个主题 是什么呢 就是主的恩典 是格外的丰盛 各位其实 这个的主题 是我们基督教最基本 最基本的概念 主的恩典格外丰盛 简单来说是什么 就是主的恩典多的不行 多到不行 各位 我们每次想到恩典是什么 主给我恩典 我今天就软弱了 天天软弱 天天饶恕我 遮盖我的罪 不但是这样 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就说到 原来我从前是亵渎神 逼迫教会 污漫人 他带这个凶杀的意念 要逼害基督徒的时候 神的恩典挽回他 叫他回转 叫他悔改 而且 主的恩格外的丰盛 到什么地步 不但叫他回转 分派他 做福音的执事 所以 他在使徒当中 成为最杰出的那位 把神的恩典继续传到 外邦世界 传到地极 那他说 主的恩典格外丰盛 使我在基督里面 有信心 有爱心 确实各位 神的恩使我们 完全没有信心的人 竟然不但有信心 得到最伟大的信心 这是在保罗身上就发生了 所以各位看得到 他在各样的挑战中 患难当中 他怎么活出信心的果效 然后主的恩典也使他有充足的爱心 叫他曾经痛恨基督徒 逼害教会 骄傲的那个法利塞人 乌曼人的 但是后来成为一个 天天为教会挂心 他说又虽软弱 我不软弱 他天天想着教会的事 为着教会受尽各样的逼迫 这是整个保罗的见证 他为神的恩典 就这么的做见证 他一直在赞叹神的恩典 我相信我们都知道 但是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在我们的身上 往往无法体验到这样的恩典 好像我们看见保罗所经历的 我们觉得好像是一种理想 这是好像只有在他的身上会发生的 我们的信仰很多时候 我们道理上是懂恩典 但是你问 你自己是一种很宗教性的 很形式性的在过基督信仰 我们经历不到恩典 所带来的心中的恩感 所以你心里没有恩感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服侍的时候做一点点就会埋怨人 对不对 慢慢就会哭干 进到哭干状态 那与其感恩 那心里很多的不乐意 也埋怨 与其喜乐 心里面常常因自己的软弱过犯 受控告 感到智责 那有时我们问 这样是基督徒的样子吗 我们做着这样的服饰 对 那事情是会办 会做 但是这是基督教的服饰吗 这是一个有恩典在他身上的人 带出来的服饰吗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的嘴巴能够讲很属灵的话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心里是不属灵的 我们心里不是这么的喜爱主 不是这么渴慕主 所以很多基督徒 处在这样的光景的时候 教会也知道 我们做教会领袖的也知道 所以怎么办 就要搞分心会了 就要搞陪灵会了 所以常常要带来一种分心的气氛 要用那种气氛来瞧望我们 各位 台湾教会 是数一数二 最厉害搞特会的国家的地方来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看台湾教会 四方一致运动 RPG祷告运动 什么 新使徒运动 一个又一个分心的运动 分心了 等一下就冷了 冷了之后又再来分心 所以大家都陶醉在那种情感的分心 大家都被那种新鲜感来吸引 用这新的活动来被分心 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回到神的话语所告诉我们最基本最基本的东西 就是什么 就是主的恩典 格外的丰盛 格外的丰盛 这恩典是怎样的恩典呢 这恩典的丰盛是怎么领受的呢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的心灵不认识 也不能领会这个恩典 也不能从这个恩典经历恩上加恩 你不管用什么方法 什么特会来刺激你自己 那是没有用的 那就如同是一种暂时的特效药 那是一种属灵的兴奋剂 各位 我们今天好好的看 保罗是怎么领会神丰盛的恩典 我们大家打开提摩泰 提摩泰前书 前书第1章12节 那相关经文我已经给大家了 那如果各位有圣经 提摩泰前书1章12节 各位我们来看保罗亲口说的话 他说我感谢 那加给我力量 各位谁加给他力量 神加给他 这就是恩典 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因他以我有忠心 派我服侍他 各位 很多时候我们说 因他以我有忠心 各位你千万不要忘记 若不是他的恩典加给你力量 你怎么会有忠心 你不要因你的忠心来夸耀 你觉得你的忠心就好像你的功德 因为你有忠心你就看不起那个不忠心的 论断的不忠心的 各位使徒做了最伟大的事工 他说这是神家的力量 神的恩典临到他 然后他在这里他就分享 我从前是亵渎神的 逼迫人的 污漫人的 他是看不起人的生命的 其实这是他里面的整个的状态 但是他用那种宗教性质来掩盖这些 各位我们人很容易做这种东西的 有时候我们用知识 我懂很多知识 但是你心里不爱人 你说不要紧 我有知识 有时候你用热心 我有热心不是 但是你心里看不起人没有关系 我做的比他多 对不对 各位你要明白 这是有掩盖自己的问题来的 保罗他就说原来我以前是这样的 我里面心灵的状态 我的倾向 我的性情是这样的 其实我是不明白神的恩典的 其实我看到人 我是看不起他们 我是论断他们 他们不能遵守神的律法 他就以为他自己遵守了 我是逼迫教会 我是污漫人的 然而 我还蒙了什么 怜悯 因我是不信 不明白的时候 而做的 并且我主的恩 一起来 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 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 有爱心 对 都是在讲谁的工作 神在他身上的工作 各位 然后下面十五节 他有一个宣告 基督耶稣降世 为要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然后他就说 在罪人中 我是个罪魁 罪人中我是罪魁的意思 就是说 我是在罪人当中 最糟糕的罪人 最糟糕的罪人 我看到我自己的样子 我看到我的心境 我看到各位 他讲这句话不是在讲 他三十年前 刚刚他是说 他三十年前是逼迫教会 乌漫人的 但是三十年后 现在 他看自己的时候 还是一个在罪人中我是罪魁 有些人就开始说 他是不是过分谦虚 这个人 他到底是在讲什么东西 他到现在 还是看到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三十六节 一起来 然而 我蒙了怜悯 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 写明他一切的忍耐 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 做榜样 一起 但愿尊贵荣耀 归于那不能朽坏 不能看见 勇士的君王 独一的神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各位 我们在这里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保罗身上 能经历 能赞叹这极大的恩惠 那为什么他的内心有这么大的恩感 但是我的心却没有 我没有问的问题是这个 主的恩格外的丰盛 使我有信心 使我有爱心 这是保罗说的 各位 保罗领受了恩典 和我领受的恩典 我问各位 实质上有没有不一样 有没有不一样 没有不一样 耶稣为他死 耶稣也为我死 都有 一样的 但是为什么这个恩典在他的身上继续恩上加恩 但是在我身上好像停顿了 在我身上没有发生 从我的心灵开始我体验不到 从我的服事里面我经历不到 为什么 其实那个问题出现在哪里 各位从这个经文谁可以告诉我 各位为什么你体验不到 你的问题 你的起点在哪里 当你说我体验不到 我感觉不到 没有 保罗这样的赞美神的恩惠 他心里有恩感 我懂恩典 我懂恩典的神学 但是我心里没有 体验不到 服事当中经历不到 跟什么有关系 跟什么 跟我们的知罪有关系 各位有没有发现 知罪 如果各位每次看到保罗 他就呈现福音的恩典的时候 他一定是从罪开始讲的 各位今天多少人在教会讲罪 但是各位 你不明白你的罪 你就不明白神的恩典有多大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整个保罗的思想体系 保罗每一次要带出上帝 好大的恩典 他一定先讲罪 罗马书前面三章先讲罪 对不对 神的愤怒从天上 向一切不谦不意 阻挡真理的人 显明出来 他显明出来的时候 你就发现上帝放任你们 你们做你们要做的 然后你们怎样 你们拜偶像 拜偶像的结果 你们的顺性变成逆性 然后你们贪行种种的恶事 对不对 神的愤怒向你们显现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说你们没有罪 神给你们律法 神也给你们良心 叫你们知道你们有罪 即便你们没有神的律法 你们也知道你们有罪 你们都知道你们里面的讨厌人的地方 你们里面的愤恨 凶恶 淫乱 你们都知道 对不对 前面保罗一直讲 把人的罪讲得很清楚 在前面 但是各位一直讲到罪的时候 恩典出现了 因为律法是外天的 叫罪显多 罪显多恩典更显大 阿们 各位如果你们俗读整个罗马书 保罗的整个的神学 你就知道了 对 他要讲恩典 但是他要讲恩典之前 他要把罪讲清楚 各位你认识你的罪吗 你说我从小就去教会 我都知道我有罪 那我问你的罪在哪里 你的罪在哪里 我的罪是什么 你要从什么的罪得饶恕 各位 你对罪的认识 这个地方就能引入你对神恩典的认识 所以今天教会在罪的教义上 没有讲解清楚 所以信徒所认识的恩典 慢慢的 潜意识里面 不由自主的 就感觉这是一种 好像廉价的恩典 好像是暂时的恩典 所以每次讲 主啊 给我恩典 我明天要出国 求祢的恩典保佑我 主给我恩典 我要找工作 主啊 我要寻找配偶给我一点恩典 就这种恩典 各位 有极难的事 求主持恩典 各位是这种恩典吗 各位 这样的恩典值多少 我们刚刚认为的那种恩典耐多久 我并不是说神不会把这一切赐给你 我并不是说神不会保佑你的脚步 但是你问 各位你问 神需要将祂的独身子交给罪人 挂在木头上 然后受到所有人的凌辱 然后这样的死在 像一块肉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来给你好工作 给你美满的婚姻 给你保佑平安无事 各位你认为 你认为上帝需要把祂的独身子这样献上 然后给我们这一切东西吗 所以各位 所以我们没有把罪搞 我们没有把罪认清楚 到底保罗所讲的罪是 我从前是亵渎神 逼迫人 误瞒人 然而我蒙了怜悯 各位 有些人读这句话 他就认为说保罗现在有内疚感 保罗他看到以前他做的那些东西太严重了 所以他信主后还是耿耿于怀 所以有时做梦也梦到 所以他就翻旧账 以前犯了这么严重的罪 快点 再认罪 然后有时候又想起又再认罪 然后现在又写书信 各位你认为是这样吗 各位 所以教会界有很多很奇怪的教导 说什么 你信了主了二十年 但是你现在生存有问题 对不对 你的生命里面有问题 你要认你还没有信主钱的罪 所以那些东西尽量想出来 然后写在白纸 认罪 我以前还没有信主骗人的钱 还没有信主之后怎样 又做这种东西 各位 这些是完全不认识福音的人 他们乱教导一堂 其实保罗讲到他的过去 讲到他以前逼迫教会 乌曼人的那种光景 他是要讲的是 他在那个完全不可能觉悟 不可能悔改的光景 完全自以为意的光景里面 亵渎神 污蔓人 想不到 我这样的人还能够蒙怜悯 我这样的人还能回转过来觉悟 各位明白吗 所以其实他要讲的意思是什么 最不可能的 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 什么都可能 最不能悔改的人 竟然因神的恩典能够悔改 这是人的功德在里面吗 各位明白这是人的功德吗 这是人的选择吗 这是人的意志吗 有时候我看有些人他们认识神的恩典 说我信耶稣 我决定某某年我就决定选择接受耶稣 我们就这样讲 其实不是你选择 不是你看一下保罗的见识 你看一下你以为你坐在教会 这样的 然后后来有一天布道会你举手 或是你选择神 不是 你要从保罗他分享的那个精意 那个精神你明白说 其实你是完全死在过犯罪恶当中 你是随从今世的风俗 你什么都不认识 你只认识罪 你什么都不爱 只爱自己 你在那个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手里 你以为你做的好事 你以为你是孝敬父母的 但是原来你是顺服空中掌权的 你做的每一件事 没有一件事荣耀神的 然而你蒙了怜悯 各位明白吗 其实保罗分享他过去的那个状态 其实是要讲一个不可能成为可能的 因为什么 因为神丰盛的恩典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这是谁的工作 我们的得救 我们今天成为蒙爱的人 在基督里蒙恩的人 谁的工作 神的工作 百分之多少是神的工作 百分之百很清楚 百分之百神的工作 所以你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是选择神的 都是神拣选你们 是神的恩典临到你们 使你们里头有信心生发 你才能够接受耶稣的 所以这是救恩的很重要的观念 如果你对这个不清楚 你心中的恩感就生不出来了 如果你一直认为是你自己拣选神的 OK 你现在你要选择自己 要选择跟从神 你要选择做对 选择到你的整个的信仰都是在你的意志在操作 然后你自己选择这么做 选择不要犯罪 选择服侍神 都是在你自己的选择 你自己的功德 你会想 你能做到 然后你会怎样 你就变得差不多跟另外一个法利塞人一样了 你就变成一种戒律性的基督徒 你就成为一种兴而远之的 但是真的认识恩典的人 他做了一切之后 很奇妙的 你看到他有一种谦孙 他有一种谦卑 他知道自己是不配的 原来自己是不能的 竟然能 各位明白吗 各位你要明白保罗的心境 然后这里他说 他说很重要的一句话 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的 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的 我跟各位说 他信主三十年了写了提摩太前书 然后他又写这句话的时候 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的 以前我就想这句话 这个保罗他是不是又耿耿于怀 各位其实不是的 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 大家要明白说 其实保罗是比所有的人更清楚 什么是罪 他更清楚的 比所有的人更清楚的看明白人的罪 自己的罪 所以他才能够赞叹神的恩典 不断的需要神的恩典 大卫他犯罪的时候 他犯奸淫 他杀人 之后他被责备之后他悔改 他悔改的时候他写悔改诗 他写的诗是什么 神啊我唯独得罪了你 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各位 各位有没有发现 为什么悔改 你要悔改你犯奸淫 你在悔改你杀人啊 骗人啊 他说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他在悔改的时候 他不是只要悔改那一件事 两件事三件事 他进到他心灵的身处 看到自己的整个人 整个的罪性 他就知道 其实主啊 我是无时无刻在蒙受你的怜悯 你的恩典 因为我是无时无刻 会犯你的律法的人 各位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长大的人啊 我们对罪就不敏感 因为我们在信这个基督教的时候 我们已经宗教化了 我们有那种宗教的性质 我们就没有看清自己的罪 我们就把罪当成说 你有没有犯大罪 你有没有犯严重的罪 我们只有看的那种罪 一般人没有做的你做了 我们要这样看罪呢 其实就不对了 那各位 我这样说 我是在一个传统教会长大的 我从小在教会 其实传统教会 长老会里面中规中矩的 那所以背经参加聚会 服事 祷告 做好见证 你有做这些你就是合格的基督徒 然后每次考试来的时候 牧师说你们把书读好 那做好见证 对不对 那都是差不多是这样的 传统教会中规中矩 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做 我在美门堂长大的弟兄姐妹 有没有这样做 都做了 我跟你讲我都做了 师母也是 她就做了 她比我还行 参加师班 参加主日学 那所以我们什么都做的 规规矩矩的人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但是诚实话 我们心里不是这么享受做这些 我们自己心里面不是这么爱主的 我们虽然背经 但是我们心里不是这么渴慕神的话的 各位 所以体现在哪里 聚会玩着我们的话题就知道了 弟兄在一起讲足球 讲政治 有没有 姐妹在一起去哪里shopping 哪里的衣服便宜 大家都是其实讲这些东西是很兴奋的 讲这些东西是很关注的 讲闲言闲语也是我很喜欢听的 但是你讲什么圣经 什么神的作为 什么为谁祷告 其实这个只有在聚会的时候讲 就祷告会的时候报告 我们为这个谁祷告 就那个时候属灵一点 但是其实心里面不是这样 对这些东西不是这么渴慕的 我们对恩典其实不是这么赞叹的 但是当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当你的心境是这样 你心里就会有一种隐藏的谴责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 你心里面有一种隐藏的谴责 因为你知道你心里不爱主 但是你尽量外在确保自己活出 一个合格基督徒的样子 所以你就发现有这个不对立的东西 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会知道的你一离开教会 去到工作现场 去到学校 你讲的是什么话 你的价值观是什么 你关注的是什么 你知道其实跟神的国没有关系 所以有一种隐藏的谴责在里面 后来就有一次 有一个从小在教会长大的一个姐妹 她是其实一个青年领袖 也是我的领袖 其实她的家庭是一个很属灵的 宗教来讲在家中都是基督徒第二代 对不对 所以她就跟我讲一句话 她说至上其实我倒希望说 我身在非基督徒家庭更好 为什么 因为我宁可 我在那种非信徒的家庭 我又犯过罪 跌倒 堕落 然后等一下 哎呀 蒙恩了 那个时候我更可以感觉到 神的爱 神的恩典 那么现在该做的都做 不讲骗话 不害人 不做这些东西 但是我心里面 对神不是这么兴奋 对神的话不是这样渴慕 那我听她讲这句话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对 对 我们在教会久的人 我们就是把恩典当作理所当然 但是后来我真的蒙恩之后 我真的认识福音之后 我发现这个观念是大错特错的 为什么 如果今天你真的这样想 我先跟你说是错的 为什么错 各位你想想 如果你说你在从小长大 因为你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 骗话没有讲过几句 当然没有犯过奸淫 也没有做那个苍天害理的事 对不对 但是因为这样 你就不能经历到神浩大的恩典 这就说明什么 这就说明你根本 没有看到你是一个彻底的罪人 对不对 你根本没有看到你是一个彻底的罪人 对 你可能没有杀人 你没有犯奸淫偷盗 说谎 但是你知道 你心里面不爱神 只爱自己 你没有看到你是常常自私的 随己一行的 你每天早上起来 你关心的不是神的事 你关心的是自己的事 世界的事 各位 什么是罪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什么是罪 罪是犯了神的律法 那现在我问各位 神的律法说什么 神的律法叫你不要杀人 不要奸淫 不要说谎 不要做假见证 神的律法叫你尽心 尽心 尽力 尽意 爱主你的神 其次你爱人如今 你们哪一个人做到 你们如果看进去你的心境里面 你是爱自己的 你没有五分钟 你很快的 你爱的是世界的东西 你对人的生命是自私的 你是保护自己的 你是在人面前要求表扬的 你不是要为人舍己 你不是要爱人的生命的 各位 我现在讲的是基督徒 各位明白吗 当保罗说 在罪人中我是罪魁 他说 立志为善由得我 行出来由不得我 正是他已经信主二十多年 写罗马书的时候 他讲的这句话 各位你不要一直想回去你还没有信主 今天 现在你信主 十年也好 二十年也好 你看你的心境 你看你爱的是什么 你看你追求的是什么 要不是神的怜悯 神的恩典 我们怎么能站立得住 我们怎么能够被保守 今天你还能够在教会里 你还可以侍奉神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明白吗 这个不是恩典 什么是恩典 但是为什么你不可以珍惜这个恩 不能赞叹这个恩典 因为你看不清楚自己的罪 各位了解吗 保罗在讲的罪 是灵魂的罪 我们常常关注的罪是什么 外在的 行为上的罪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保罗讲的罪是你犯了神的律法 你不爱神 不爱人的罪 但是我们讲的罪 起码我没有杀人犯奸你 那罪 我们讲的罪 都是那种很离谱的 很严重的罪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明白吗 所以主耶稣基督一上登山保训祂 祂一讲道的时候 你们说你们没有杀人 你们这个 说你们的弟兄是拉甲 傻瓜的 看不起你的弟兄 轻视祂的 你们说你们没有犯奸淫 你们看了妇人 你们就动阴性 其实主耶稣要讲的东西是什么 你们都一样了 你们都是罪人了 你们的性情里面 其实如果你真因神的恩典而赞叹的话 你会看到 原来我里面 这个光景里面 神怜悯我 神接纳我 神还使用我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明白吗 这个观念 今天可能有些人有点错觉 诸牧师来讲恩典 为什么讲到罪去了 各位 我就是要讲罪 我就是要让你知罪 不然 你就不能赞叹神的恩典 你就不知道神的恩典是有格外的丰盛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明白吗 所以当大卫说 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的意思就是这个了 所以你真知道的你的罪 你的光景 你的可怜的光景 所以你会知道 你在神面前只有一条路 能够叫你得救 能够从这样的罪中得怜悯 什么路 就是 唯独 什么 我们主耶稣基督 唯独 唯独 因着神的儿子 祂降世拯救罪人 祂怎么拯救 祂担当我们的罪 祂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祂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祂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以赛亚53章 我们如羊走迷 偏行几路 耶和华使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祂的身上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 你以为恩典是没有代价吗 当我们一讲恩典的时候 感谢主 白白的来 对 对你是白白的来 但是公义的神 当祂要白白的施恩给你的时候 那谁来平息他对罪的震怒 一定有 有人 要平息那个震怒 是谁 就是他儿子 道成肉身 替代人性 他的儿子 他要替代罪的工价 所以各位 他要拿去你的罪的时候 他要担当那个罪 但是既然他为我们付上了代价 保罗说这样还有什么话说呢 所以如果你们一直读到罗马书八章 还有什么话说呢 那为我们担当一切的 你还有什么缺乏呢 神岂不爱惜他的独圣子 将他为我们舍了 岂不拔什么 万物 有没有 与他 各位 怎样 万物与他 白白赐给我们 各位这句话很重要 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不喜乐 神啊 好像我什么都没有 人家有配偶我也没有 人家有好的工作我没有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在基督里面应许什么 万物 但是还有什么 与他 与他 神给你的一切的物质 一切地上的好处 是一定要跟基督一起享受的 你以万物为乐为满足 你就发现那个万物 你有的 钱也好 关系也好 捆绑你 你有了又觉得不够 所以你知道吗 其实你需要的 你该有的已经给你了 但是你要学习什么 怎么在万物与他一起 看到这一切都是怎样 白白赐给我们的 所以各位 白白的意思就是 不是你为神做什么 祂就给你 你为神服侍 你服侍祂的教会 OK 他看你不错 给你好工作 他看你爱祂 为祂的教会服侍 祂给你配偶 不是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是 上帝赐福我们 在基督里赐福我们 是白白的 但是祂要你在这一切 拥有的一切 要怎样 万物与祂 在祂里面享受这一切 那你就发现 你能够满足于 你现在有的东西 然后 罗马书八章说什么 因为祂 谁能够控告 谁能够定我们的罪呢 谁呢 是撒旦吗 虽然祂控告你的东西 是真实的 但是祂现在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位为你死的 在宝座的右边 为你待救 所以很多时候 我跟你们说 我们心里面 就进到苦楚里面 是被控告 我们做基督徒 很多年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很 很纳闷 很自责 觉得白占土地 很亏欠 各位 你要亏欠 那是你的事 神没有叫你亏欠 如果你今天 是被祂拯救的 你不应该有亏欠的 你带着亏欠感 你不能爱主的 阿们 你应该来到祂的面前 脱去 拒绝一切的控告 起来跟从主 然后这个地上 有苦难 对不对 有患难吗 有痛苦吗 有逼迫吗 有赤身入体 有饥饿 有刀剑吗 对不对 在这一切靠着那爱我的主 就是他 已经得胜有余了 然后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与神的爱隔绝 对不对 我们读到八章的时候 然后这个爱是在哪里 在祂里 各位有没有发现 其实整个罗马书里面你一直看的话 保罗就是讲罪跟基督 罪跟基督 各位有没有发现 只有祂 那你看 在这个里面如果你搞清楚 你就会赞叹神的恩典 你心里就会充满恩感 就是这个了 弟兄姐妹 但是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罪对罪不清楚 然后现在讲到基督的时候 谁在教会不是信基督 但是我的重点是唯独不唯独 唯独吗 基督还加上什么 很多人的方法 加上人的心理学 加上很多成功的祝福 加上很多你要的 加上很多很多 各位基督加上这个 基督加上那个 这个就叫做掺杂的福音 掺杂的福音 基督有了基督还要想到 我以前信主前犯了罪 也要去认罪 有了基督又觉得 自己心灵有忧患 有一点抑郁 需要去释放医治 有了基督 什么 各位 你有了基督 有了基督了 我每天早上起来要宣告 要宣告神要祝福我 神要把一切 要给我的工作平安 要给我的事事顺利 各位你不用宣告的 这基督已经有了 你明白吗 刚刚师哥是叫你们宣告 但是你已经有了 你宣告是跟你自己讲 我已经有了 不是因为你宣告了才有 你们听得懂吗 这个信念 这个信念要清楚 在基督里面有的 各位 好像基督还不够 如果基督还不够 各位 没有什么东西是够的 没有什么东西的 唯有基督 使我的罪得赦免 唯有基督 使我能够站在神的面前 唯有基督 那丰盛的恩典 使我有信心有爱心 唯有基督 叫我这罪魁 能够得到力量 有忠心服侍祂 各位有没有发现 唯有祂 所以各位 当你说你要因恩典赞叹 你要知道恩典指向的对象就是基督 当你认识你的罪 因为上帝就把你带到 神在祂的恩典所赐给你的 最宝贵的祂的儿子 所以各位明白吗 这个是什么 最简单的福音 最基本的福音 中马田牧师每次说 我们教会 这个时代的教会的问题 就是整天抓这个 抓那个找新鲜的东西 其实就是最基本的东西 但没有搞清楚 教会都没有搞清楚 信徒没有搞清楚 最基本的东西没有明白 没有信 所以一直找新的花样来满足自己 中马田牧师这样讲 我听的时候真的阿们 他是五十年前的人 他讲那句话 今天教会的问题还是一样 最基本的道理其实没有弄清楚 然后就感觉着没有用了 这个我已经听过了 我已经了解了 其实根本不了解 根本没有明白 所以一直在绕圈子 我们教会也要复兴 真正的复兴 我们要在主的恩典上要复兴 我们在主的恩典上要刚强 阿们 求主帮助我们 主的恩典格外的丰盛 不是他的恩典不够 乃是我们有没有治罪 治罪之后我们有没有以基督为希勒为满足 求主帮助我们 阿们 我们一起祷告 主 我们感谢祢今天晚上给我们这篇短讲 让祢仆人所讲的感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 让我们回到信仰的根基 让我们回到圣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 感谢主主的恩典格外的丰盛 让我们在这个恩典刚强起来 得到力量 明白能够跟从主 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